这是来到一个一个玻璃文市 他们做的一个无储栽培的一个基础设施 这个是采用传统的那种叶康条种植的栽培的 它里面设施还是比较全的 这个区域他们是做的一个水培 这前不久还在生产 现在都停了 这边是做了几个热带的一些植物之类的 这个北方做热带植物大棚里面成了一个景点 像这种大棚现在在北方比较多 运营了几年以后 基本上很多就停到这个地方了 一个是技术 技术的一个很难去进行的一个复制 种植技术这一块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园区把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实际上这些东西作为旅游景点 你来一次你要是经常来肯定不合适 除非做一个常规的采摘 采摘这一方又要求技术了 一个是品种的选择 一个是种植技术的管理 这个都要求一个很关键的地儿了 这个区域是种草莓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高架草莓 这些地方是他们做的一个景观畅廊 也是运用种植一些蔬菜形成的一个景观 综合看来它这个玻璃棍室 整体来说可以进行改造以后 作为一个参观生产类的一个大棚 这个问题还是不是很大 毕竟它的浪费的地方不是说特别多 今天就这个地方你看有一点景观树 其他地方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整体还算可以